我现在都已经习惯了 打板 手中打板 录制前给自己加油打气 都不知道干嘛呀 说话呀 说话呀 大家好 有这个好 哈喽大家好 我们是熊猫堂 news palace 那我们坐在这里呢 端端正正的 这个鬼啊好挤啊 因为不像上次公司就是请我们去公司拍的大金小哥的reaction 然后这次呢也是 我们的就是又回到原来的地方 的吧 对 打回原形 哈哈哈 因为我真的我我真的很期待 因为这次就很多很多非常漂亮的景色 然后我们跋山涉水呀 翻山越岭 涉水倒没有了 跋山倒是挺多 土也涉水哦 他自己涉水去了 哦 我也没看脑水 而且这个mv是呃 因为我们之前段时间一直在忙演唱会的事情 所以我们这个这个mv的reaction是 发出之后才拍的 所以我们整个两天没有看 人家好辛苦 最气人的是 他们来看演唱会都提起来一看了 我们在后台什么都没有看 哪里什么都没有啊 他们就憋着了 敌敌还被经纪人那个那个 你说敌敌怪点不许看不许看 对呀 然后就是我们忍了好久 然后这两天的话 我们一直等着为了拍这个人 而是一直都没有看 对啊 看着有关mv东西滑掉滑掉滑掉 3 2 1 他们正式还有动作 哇 哇 这是那个 在地球上我们的人真的好棉手 我好虚 这个是早上拍的那个 黑独穿的那个 对 是早上的那个 他给了我这个衣服的特写 哇 这个 这个是油啊 你好油啊 对 嗯 哎 你还有上衣啊 对啊 是没有想到 这个是金色给你歌曲唱的感觉 这个景色的好 好自然啊 还是自然的风光比较好看 还是我们五个比较好看 他用了很多大地色 然后用大地色很高级 你看看我们五个干干净净的那种少年感 还有没有 哇 他是好看啊 你怎么这么看啊 所以你要说好帅 帅看帅看的好不好 你心痛听 我用的哪个 我用的晚上的呀 这个是火星的 三木的王子就是这么帅 哈哈 这个景随便拍都好看 我跟你说 可是我这个朋友 我还是我们立得住这个景 撑得住 啊 他用我的转场 哎 这个是 这个很好啊 转场 哎呦 哎呦 就是这里 哇 怎么办 你被说你不由 哇 哇 哦 他用了这一段 这发生那个没有用 是吗 哇 哇 这个沙漠好大 你看 这个转圈啊 这个转圈也是 好悲感 好匆忙啊 沙漠里是还转不起来 哇 这个是后面 刚刚的前面也是错 对 对 好像很帅 我说他这样很帅 哇 这个好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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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在唱高一 高一 高一虽然用丹田用力的 哈哈哈 眼睛要用丹田用力的 哈哈哈 哇 满天的凡天 那相机好就是开的不一样啊 我看到 对感觉我们像 这个一个景就 我们像奥运的那奥运就是为奥运 猪威一下感觉的 点燃了圣火 虽然他在日本 但是我们在中国点燃了他接住了 哎我看那个刘红人 编舞吧 还是编舞 哇 哇 哇 好大气 好大气的感觉 真的好高级 我也是觉得我们在不断的尝试 不同的最后呈现的作品 嗯 有开始闹的 有玩的 搭景的 然后还有 多次搭景 城市 有城市荒天秀之类的 嗯 然后像 朝才猫搭景的 千转搭景的 那拉也是搭景的 到后面我们 就是你的意思就是我们终于实景拍摄 对 我们第一次 外景 我也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 不是啊 终于有机会 终于有机会 终于念 哎呀终于念 行行行 但我觉得这个高级 就是真的 这首歌的完整 要谢谢STY老师这么好的编曲 谢谢杨磊导演这么好的 用心给我们拍 对 然后也谢谢公司这么肯花钱 帮我们带到海拔三千米以上的沙漠去拍 除了公司 你前面介绍两位 应该不会看我的reaction吧 没有还有谢谢 谢谢刘虹 刘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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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 很多人拍的都很美 你知道我说的很美吗 不仅每个人在的那个场景很美 然后把你们那个气质衬托出来了 而且我说 位置要有气质 我之前有讲过说 这首歌是个非常有高度的 这个MV是个非常有高度的MV 最高它有3650米的汉吧 3600多米 我去了吗 所以它是个很有高度 最高的那个地方我去了 你去了呀 都去了呀 你去了 不是 不是不是 不是 就是它是 它是它是 我们就是赶紧的时候 途中有一次有一个高点 有一个高波 在在车上的那个时候 赶赶赶赶 但是平均海拔是两三千了 最高是3600 可能我这是第一次去这种高海拔的地方 然后身体好就是什么不会有反应 我也是第一次 结果我现在就放弃了我去去去高原 就是游玩的那种梦想 是 只要远离去就好了 只要远离去就好了 他们都没有 我觉得很奇怪 就是又拍了这么好看的MV 然后又让我们长见蛇 去了那么多好看的景的地方 尤其是那个黑度山那天晚上的那个星星 真的 真是 我那天不是 其实演唱会说我们拍去看到满天的繁星吗 真的一点都不夸张 我们把那个摄影灯全部按掉之后 那个 那我是第一次看满天的繁星 是 是 很多人是第一次看到银河 对那个真的是 不是披上去的 还有北斗 还有北斗 他们那个傍晚的时候那个光特别好看 对 傍晚的时候那晚上就微微的就边上还 就一边 就是那个天眼的那个地面在那里 对是的是的 然后其他地方是黑的 然后就那一块边缘是亮的很好 我烧云还有 就像我的腮红一样 还有我的眼影 不管怎么说呢 我觉得首先还是很感谢公司 对我们作品的制作的支持 然后也就很用心 也谢谢所有在幕会就是支持我们的朋友们 那 这个作品我是觉得特别好 而且好像我们还看的只是中文吧 我们还没有看日文 还有日文版的 还有日文版 我记得有日文版 但是这个我们就私下回去看 对我们就在 两版是有新的气点 是吗 那我们回去发现一下 大家可以找一下不同 找不同 大家来找茶 大家来找茶 我们俩人出的比较快 是吗 是吗 你们真的很快 我觉得这就是 我们刚看你们就已经出了比较 很感谢所有思想员 就是有很多资讯都说思想员 对 就是我们作品或者说我们东西一发 他们比我们还更关注 还了解 那我们就是 我是觉得因为前几天 就是演唱会大家赶过来 我们要不要在这里 就是 也记得这个视频 感谢大家 是 是 是 然后呢真的其实 我们五个一直会陪着你们 然后也希望你们真的能在 接下来路上面陪我们走很久很久 我在网上也说我们 一个都不准跑不然死定了 而这次的舞台可能稍微矮了一点 就是下次我们会精进自己的找场功力 就是把舞台就是找高一点 这样大家都能看得到 是 慢慢会越来越好 就是慢慢会越来越大长 对 对 我们连头都没有 实际只有一个头 别说你们了 我们在台上有时候也看不到 对不对 就感觉是眼下边有个影子飘过 下次请他忘记好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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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你以为别人带你看歌剧吗 哪个眼睛这样子 我以为他在坦克里面就是这种 哈哈哈 下次下次要是有经验了 自带一个小板凳站起来 大家都在点脚往上蹦上 对 而且在总其实可能这次的演唱会 然后我们会有不足的地方 但是我觉得我们在接下来的训练里面 我们会把以前所有不足的地方 下次呈现 全部都呈现得越来越好 是的 然后也是对 就是可能在舞台上不足的地方 给大家说成抱歉 然后 下次我们一定会做得更精致 然后练习会更努力 然后 让你们看到在更好 在舞台上更耀眼的我们 嗯 好不好 再也均换在一起 下次彩排 不要那么实践 哈哈哈 不是 我跟你说啊 这个东西我要不要说了 对 照顾彩排 然后就说 让我们就是不用很用力的跳驰 走一下位 拍照片 拍好看的照片 嗯 结果老板在点上做的 看着你了 对 你知道老板一在点我们又不 又不敢不用力 又不敢喊停 而且我们老板啊 不知道从哪地方搬了三个很高级的沙发 在下面做的你知道吗 对 就那个气势就是很 哎呀 哎呀老板 而且老板不说话很认真的在看着我们那个彩排 然后我们每个人大家几乎都是用的权力在 对 就没有当中是彩排要省力啊什么的 对 而且都是舞台型选手 老板一看呢 就工作人员都围过来 工作人员围过来 嗯 工作人员围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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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放那些年 года 任何一起omin 工作人员围过来 - 下方了,坐实了,耍大牌。- 下次李久哲坐在下面。- 李久哲啊? - 李久哲啊?那还是跳下去。- 哈哈哈, 菜牌不让他看,让他看就是叶祖。 - 挺好的,挺好的,而且,就是还很感触就是, 面前给大家签的时候,一个对我们说的话,然后真的很感谢他们的到场。 - 我发现我们的四行员真的就是很害羞, 就是, 你知道我是一个比较开朗的人。 - 就我签的时候,我就, 哈喽哈喽哈喽, 然后, 哈喽哈喽。 - 这个四行员很有素质。- 大家回去都说了, 说其实想打招呼的, 但是就是不想打扰我们, 觉得我们其实很累了。 - 也有的是他们可能第一次见我们, 然后有些话就是会紧张说不出来, 其实他们有很多话想说。 - 还有哭了,就是看着我们的气盟。- 一位, 我给你们说最好唱就是, 刚才第一个, 东方你好可爱啊。 - 然后,然后到七哈, 一下哈喽哈照顾好自己啊, 然后唱歌很好听。 到丁丁 丁丁你好漂亮啊 我倒是 我也不知道怎么接 我说好漂亮 谢谢 我说怎么到 我就漂亮 你的眼影也很漂亮 然后我就就是不知道 有点尴尬 我也不好意思 说实话在舞台上面就是跟大家聊 但第一次这样面对面的签名 我反而真的会有一点 我倒有点害羞 是吗 然后到我那就是 十几秒注意身体 然后每一个都见到我 第一句话就是 注意身体 注意身体 反正我到后面 我说不用说了 我身体很好 我很棒 因为我排在他们 所以我的第一句话就是 Hello 我身体很好 不用叫我注意身体 所以你们两个就是 抽筋组合吗 因为又抽筋了 其实我也默默抽了个筋 我默默抽了个筋 因为大金小怪我跟实际不知道搭那个桥 那个桥 那个桥莫名其妙的 因为我们俩都太激动了 所以实际下去的时候 比平常练习的时候要狠 就摔下去你知道吗 导致我这个膝盖 按住然后这地方就是脱了一下 就是脱了一下 你要随时抗住 我就想说我要忍不行 对 你要随时抗住别人对你的依赖 好了 其实我们工作人员在幕后的时候看到 他们身体抽筋的话特别紧张 好了 就哭了 就是录了这么多呢 这其实是一个The One的reaction 我们转回话题 The One是我们熊王堂出道一周年 对我们给我们自己 给公司也给所有的饲养员的一个 一个生日的纪念 所以才会有这首歌有这个MV 而且我们这么辛苦的拍摄 他现在也会Cue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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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斯就上演 乖 乖方卡上线 以前代飞的那个都是卡斯 现在卡斯已经会Cue 好 别说一点 他会主动原谅点 好了 好了 我觉得呢 其实就是接下来 我觉得我们可能会在 我想下班 哈哈哈 接下来可能会在更多的萤幕上看到我们 我们也会争取更多的在大众的视野里面看到 也希望你们的推广和支持 让我们会做最好的你们的熊猫堂 那我们接下来一起拭目以待好不好 接下来让我们让丰公下班吧 我们是 哈哈哈哈 别忘了 凡人 不要讲 最后你来说 你还在剪较 你还在剪较 你继续支持我们 我们是 熊猫堂BusePandas 拜拜 拜拜